好 現在我們到了惡靈的市場 我一定會先把這個蛋 放上去 好 出來之後呢 好療癒的畫面喔 等一下要好好地把它分開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這樣子把它撈起來 好強喔 有沒有 我看到了 天使在天上飛 然後這時候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故鄉彰化 等一下 據我所知彰化的人其實分得很清楚 彰化還有分很多不同的地方 對其實我們是要在惡靈拍 但我們特別拉到鹿港 因為我們現在住的這個鹿港 永樂酒店是全彰化最棒的飯店 聽說他們得到一個什麼標章是什麼 SLH 留學過英國的 你看他的口音有沒有 Small Luxury Hotel 聽說全台灣只有五家耶 所以我剛剛來一進這個酒店 是有一種受寵若驚的感覺 怎麼說 好久沒有住飯店了 太久沒出國了你知道嗎 然後可以住這麼好的飯店我開心 對 那這跟二水 二水 二水 我剛剛記得說是二水 二零 禁忌 二零 我剛剛是踩地雷了嗎 大家都知道彰化的特產就是肉丸 但是大家不知道在彰化最特別最有美的東西叫做刁民 等一下這是彰化的人自己說的嗎 這是有官方認證的 官方是誰 日本政府 聽我娓娓道來 日本政府官方他們就說彰化這個地方叫做思想惡化之地 志民統治的時候就是這邊有大量的文化運動啊政治運動啊 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嗎 是啊 所以我覺得刁民超驕傲 Hashcat刁民 一種 難怪你有一種臭屁的感覺 我們就是對人生有所追求的人 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就是惡靈跟千千 就是大家認識千千 其實你還是覺得她就是一個大胃王 可是事實上她已經more than大胃王 你一定要看這集才會知道 所以 明天早上我們要喊口號 對 她不知道我這件事 你喊千山萬水 然後大家喊千千醉水 對 還是沒有 千山萬水 千千山萬水 千言文語 我只愛你 誰是20第一美女 珍寶儀這樣子 欸 這是台灣第一美女 欸 你還能接 誰是20第一美女 美食千水 舞陽之一 沒錯 謝謝大家 柔宜姐好 歡迎來幫忙 幫這個布臉 這我可以帶回去嗎 就是撞給妳的 對對對 擺這樣子 最重要的就是 讓最懂得吃個千千 帶我們去吃惡營最好吃的幾家店 木瓜牛奶 我真的必須說 我人生喝過最好喝的木瓜牛奶 這個我非常懷疑 木瓜牛奶不可能好喝到哪裡去 我錄下來 你不覺得木瓜牛奶有一種 怪味道 對 很香欸 不要只加奶粉 掉才45塊喔 丟 那個肉碗真的很厲害 肉碗很溫馳 它是第一層書 所以對符合彰化特色的那種 這太好了 對啊 謝謝 好榮重喔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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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齁175喔 175 我今天也是屏屏鞋 你一定要穿屏屏鞋啊 一定要 我今天其實本來想說要穿個小禮服出現 因為我畢竟很久沒有回彰化了 很久沒有回彰化了 很久沒有回彰化為什麼要這樣啊 因為就是 我是性感的彰化女子 彰化子女 好所以今天我們要那個 回到你的老家 對回到我的老家 你的老家是 我的老家是彰化的惡靈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 今天 今天我會帶大家去吃 非常多惡靈的美食 我跟大家說 如果你沒有吃過彰化惡靈的肉碗 那你就不算有吃過肉碗 好一枕你今天會吃到 他是常常在拍影片啊 所以會一直對著鏡頭講話 你是我在旁邊很像涼的人 沒有 我以為我是愛你的 我也很愛你 可以 我這樣吃爆炸 我有種小鳥藝人的感覺 好好喔 你有感覺到兄弟嗎 一點點 好啦我們去208 回保姨姐我去過208嗎 彰化 彰化當然有 那彰化你去過哪裡 不知道過什麼 彰化 我分不出來 我完全懂 我完全懂 不是 我真的跟彰化說真的很抱歉 就是 我如果不是因為要做這一集 嗯 我不曉得原來彰化可以分得這麼細 因為我以為彰化就是彰化 對 後來我認識了不同的彰化人才知道 原來彰化其實各個山頭 也是都有富有自己的特色 真的 彰化其實分得很清楚對不對 因為後面有個圓林人啊 圓林人 唉 圓林人就是彰化最熱鬧的地方 這時候我要問保姨姐 惡靈跟惡水你知道 你那時候是不是會以為是惡水 是不是是不是 是不是 他昨天行前會就這樣講出來 哈哈 我跟你講 惡靈跟惡水是不一樣的 因為惡靈它沒有火車站 那圓林人知道惡靈嗎 我知道 拍攝之前 知道 絕對知道 為什麼 就是通常可能 嘉義來 就會說我是嘉義 可是明明他不是嘉義士的人 他都會說他同稱他是從嘉義來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彰化就是 會講說像我就講說從惡靈 像他就會講說從惡靈 就不會講說從彰化 所以惡靈是一個比較悠閒的地方 比較悠閒的地方 就覺得很棒 雖然說以前在外地讀書的時候 每次回家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回家以前 然後每次都要坐兩個小時的車回家 覺得有點感傷之外 但我覺得惡靈真的是難 就是每個地方都很棒 希望可以好好跟大家介紹惡惡靈 不然其實大家 來彰化的時候 通常都是去鹿港 或是圓林 小時候好像就是沒有很認真去了解過什麼 每個人都是離開家的 才會回國所要認識自己的家 對啊 欸這角落很美欸 對啊綠色隧道 所以這裡就是惡靈了嗎 好 現在我們到了惡靈的市場 好 現在我們到了惡靈的市場 是礦肉飯嗎 就在這個市場裡面 其實礦肉飯跟礦肉飯是同一種東西 同一種東西 就是滷肉 對 都是滷肉 一定要是三層 一定要是三層 肥肉一定要多 一定要多 乳汁一定要夠香 對 那個汁還一定要淋在那個飯上 叫什麼名字 它叫陽光老店 歡迎你 陽光老店 歡迎你 我以為它叫老光陽 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店名 是到外地讀書之後呢 我跟他 我們在地人通常都叫Benzougang Benzougang 因為它是在公廁的旁邊 對 然後我以前跟外地人介紹的時候 我都說Benzougang的礦肉飯超好吃 就有人說是陽光老店嗎 我說陽光老店是什麼 原來是它的店名啊 我一直都不知道 我要 我要一碗礦肉飯 肥肉比較多一點點 要加酸菜 再一個半熟蛋 兩個 喔 兩個 就吃你一樣的啊 我直接忘記你 喔 那個酸菜看起來好棒 沒有加酸菜 就等於沒有來吃過 沒有在吃老光 對 陽光老店不是老光 沒有在吃老光陽 從小的時候 這家店就在這邊 這家店就在這 而且我記得以前 口味都沒變過嗎 沒有變過 完全沒有 謝謝 喔 這個套餐看起來很強耶 不妄我今天找到沒吃早餐 你有吃早餐嗎 沒有 真的是半熟蛋耶 因為感覺那個蛋黃還是 堆堆 我的 對 謝謝 謝謝 感覺好好吃喔 而且它今天比較費工耶 為什麼 因為它以前都會直接放在上面 你就出貨之後 它就會流到這裡面 對 我們現在還是可以抽過 它淋下去喔 好 請問有沒有吃的SOP 我自己吃的SOP呢 就我本人的 我一定會先把這個蛋 嗯 放上去 好 出來之後呢 好流韻的畫面喔 等一下要好好地把它分開 因為這非常的重要 這樣子把它撈起來 好強喔 有沒有 我看到了 天使在天上飛 然後這時候 蛋有點在嘴巴裡面慢慢的 那味道散開之後呢 再趕快夾一塊肉 而且要從肥肉那邊吃下去 OK 喔 喔 foul 喔 我太喜歡這個畫面了 芊芊 好 是不是 有沒有 是不是 就是它 就是 就是它 就是它 這個配這個真的很好吃 真的是很棒 而且因為它滷的時間很長 所以真的會有那種入口即化的感覺 我覺得千千的SOP是非常對的 而且動作非常快 對 就是你這個千千combo放到嘴巴裡面 要趕快咬一口肥肉 因為你要一口肥肉之後呢 那個肥肉呢會在你嘴邊融化 然後那個油脂呢就會包覆在那個飯跟蛋跟酸菜上 然後又mix成為千千combo2.0 你如果來沒有點半熟蛋沒有加酸菜 那你就等於沒有來過這 有沒有想過工作人員的感覺 沒有 你們想吃嗎 你可以放下你不要再吃了 你後面還有很多攤啊 可是我剛剛出來不就是可以吃很多攤子 不要再吃了 太好笑了 餵我吃喔 嗯 嗯 我要過過 沒有吃進去是不是會覺得有一種 你看到耶穌嗎 人生都亮起來了 耶穌 你可以看著他 我現在不是看著你 我現在是看著後面 他在吃我的飯 欸他吃得很認真 好 看一下你吃 這最後一口了嗎 最後一塊肉 他要吃最後一口了 有完美落地的感覺 好吃 好吃 吃完第一攤 欸真的很好吃耶 接下來我們要來去吃下一間的 下一間呢是非常有名 也是大家說來惡靈一定要吃的店 是大家說還是你說 大家都說 當然我說也是啦 但是大家真的一定要來吃一下 它就是阿圓季櫃 什麼是季櫃 季櫃 它就是 它就是蚵仔 然後裡面 裡面是蚵仔 我覺得好需要翻譯喔 喔裡面是蚵仔 蚵仔 對裡面是蚵仔 然後外面再包一層那個炸皮 它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已經算是 現在應該也是算80年的老店了 OK 我看到了 阿圓炸櫃 是不是很多人來過 是 超級名店 真的耶 好多明星都有來吃過 而且它的季櫃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你等一下一定要來吃吃看 因為它皮薄 內心無毒 蚵仔 兩個 蚵仔 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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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我可以吃一口你的就好了 好 那一個 很期待耶 聽說你耶 這櫃超好吃的 好吃 嘿 好飽 嘿就是我 好飽 你好 好飽 你天天啊 要帶你來 對啊 天天啊 你們這個好吃 讚 好 謝謝 好 欸 那邊有大家都在看你感到 看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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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夭壞了 你又一定吃了 做會吃 做會吃 做一定大塊 好吃 真的20元都覺得很以你為傲耶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之前不遠來買的時候是沒有人理過 今天妳有化妝 其實別的地方有賣蚵仔 可是它這邊的蚵仔不一樣 因為它的皮 飛… 飛… 上天 飛…非常的薄 還… 拉長 拉長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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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要上桌馬上吃它 這是… 這是蚵仔 怎麼有點蟹殼的感覺 它這 我跟你講 它的皮真的是 跟你一般吃到蚵仔的皮完全不一樣 你看它的皮有多薄 不是蚵仔 好多喔 好 先咬正中間 先咬正中間 不應該先咬皮的地方 先咬最嫩的地方 OK 你等一下咬下去你會看到蚵仔 它…它在海邊那邊飄來飄去 噢 小心… 小心…小心…它吃很多 真的太好吃了 好嫩喔 超嫩 而且它很鮮 它裡面的蔥縫非常的多 所以它吃起來那個甜味非常的夠 你有聞到嗎 有 海的味道 來… 噢 謝謝 謝謝 我們有點這個嗎 沒關係… 它有送的喔 謝謝 全都是送的 不好意思 不要… 我們有的是錢 這是很好吃 我很喜歡咬中間 是因為它中間的汁非常的多 然後就是要把汁咬掉之後 旁邊就一口一口慢慢咬 就剛剛好 旁邊更好喝 對 超咖枝的 我覺得吃炸物 如果沒有咖枝咖枝 就等於沒有吃 真的 你都要火氣大了 你不如就盡情的享受 那個火燒在你身上 Burning… 這… Combo也是 謝謝 來…這一定要放一下 這就是韭菜條 好好吃喔 好燙 那個韭菜 我明白在吃韭菜的時候 不是會覺得很嫩嗎 這個雖然說咬起來 還是需要好好的認真咬它 可是它咬每一口都有韭菜的汁 然後那個韭菜又沒有那個草味 它就是那種甜味 然後再配上外面的榨皮 再沾上一點點的那個醬 喔真的是 超級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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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這塊是哪來的 我還沒吃到這邊 欸你是在做什麼 你不是在收音嗎 很好吃 來分你一塊 它的蚵仔真的很好吃 它的蚵仔真的很好吃 它的蚵仔真的 請大家來惡靈一定要吃 因為我其實沒有 沒有那麼愛吃蚵仔 像我吃蚵仔煎 我都吃蛋煎 不吃蚵仔的 可是這個真的好吃 那我是蚵仔煎 對齁 嗯嗯嗯 那是什麼 是不是這個真的超好吃的 就是水嫩水嫩 所以我剛有看到海的感覺 而且那個韭菜 那個韭菜 那綠綠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小配菜 它不會搶走辣的味道 很棒 你現在是要搶走千千的工作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不是 不然我來舉一下它 真的很好吃 欸這豆腐湯其實也很好喝 它豆腐好嫩喔 它都購完豆腐湯 只要20塊欸 欸它真的很嫩欸 只要20塊 那我給他一個 那我給他一個 真的有鞋盒欸 對 可以了 可以了 欸再叫一個 這個 給他們吃 想吃 想 這你講太久了吧 不好意思喔 好餓喔 完食 可以嗎 不行 你一定要可以 下一間也是我的愛店 下一間真的是 來惡靈 來彰化剛剛有說 一定要吃的就是肉丸跟控肉飯 剛剛控肉飯已經吃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去吃肉丸 包一屆可以 竟然 竟然還要包大雞 可以 你可以 因為前面兩餐真的太好吃了 是不是 而且我想說不知道下次什麼時候還可以再來 我真的忍不住 於是我現在真的超飽的 不行不行 因為我們呢 我們現在才吃第二攤 我們還有三攤 你這樣太快啊 在哪裡 你在遠方 西藥局的旁邊 西藥房旁邊 我看到 對 它叫肉圓 所以它真的很厲害 因為 彰化的肉丸 大家都說很強 對 可是 到底 強的肉丸要有什麼元素 我實在不明 因為肉丸對我來說 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沒有我跟你說 這間不一樣 這間跟彰化很多肉丸 口感完全不一樣 是喔 老闆我們要兩個肉丸 一個就好了 一個是不是 老闆我們要一個肉丸 好 一個夠嗎 一個可以 他在懷疑欸 一個夠嗎 專業欸老闆專業 你看 這一間是先蒸過之後 再下去油炸 所以它的皮質脆的 我覺得這樣就對了 可是我們今天是不是吃太多炸物 怎麼會 因為一開始來約你 想要吃是為了圓我的夢 對 但是吃了兩包之後 我真心佩服你的工作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的工作 你會覺得很療癒嗎 看你吃很療癒 但是我自己做我覺得超困難的 因為 我現在好飽 可以你可以 你只想要吃一口 我二十年前 還是歌手的時候 我還沒出生的時候 我有做過那種巡迴簽唱會 對 那是我第一次吃彰化的肉圓 可是我覺得彰化的肉圓 好好吃喔 可是我再也沒有吃過那個味道 就是這樣的味道 那個筍 有沒有多多這個筍 甜度真的是 筍子可以解油膩 而且米醬很重要 對 真的 而且它的甜味配上這個肉 為什麼你已經吃了 我剛剛有人餵我吃了 什麼 這一組人都 趁我們這邊錄得很辛苦的時候 都自己都吃起來 我很想多吃一口 但我真的吃不下了 南希有我 現在天氣很熱 我們去喝點冰冰涼涼的東西 好 出生到現在喝過最好喝的木瓜牛奶 我不想吃 這邊有我 剛剛那幾間都沒有 這間有我 這裡也有我 其實就是為了要拍這個照片 所以我們才來這家店 而且三張都還滿漂亮的 欸 差了三張欸 我必須老實跟你說 我個人沒有很喜歡木瓜 所以我不確定我能不能夠接受 如果他能夠KO我的話 好 對 這就是你開家會想念的味道 一定會 而且在外面都沒有喝過這種味道 明明一樣都是木瓜牛奶喔 但是口味上喝起來就差很多 老闆你是有加什麼特別的東西嗎 加愛嗎 對啊 用心製造的 謝謝 你還是搭配它很香欸 對啊 喝到轉圈圈 這樣才45塊喔 丟 讚 大家來真的一定要要 順便給我的照片合照 好啊 而且我覺得惡靈有一個好處 因為它 它雖然說其實鄉鎮很多 然後很大 可是它的美食就集中在一個區塊 就是在市場裡面 你就是走幾步路就是一個美食 我就覺得 哇很方便 你不希望騎機車 所以你對於美食的喜愛 是從小就耳濡目染 在這個環境裡面養成的嗎 我覺得我小時候就非常的愛吃 但我小時候就是出吃而已 就是吃就對了 然後沒有去管它可能怎麼去做 然後或是它好吃的點在哪裡 要去怎麼形容它 其實是拍片之後才懂的 可是你小時候就 你知道自己很能吃嗎 沒有 小時候還好 但是我後來發現 就是我覺得 可能吃多這件事 算是小時候有阿嬤的養成 而且阿嬤就是無時無刻 她都覺得你餓 對 有一種餓家阿嬤覺得你餓 所以你們全家都很會吃 我們全家都很會吃 我哥哥都會吃 我比較好奇的是你們家人 知道你靠著吃美食 然後闖出一般名堂 知道 然後是什麼感覺 我們家其實會覺得說吃東西賺錢好像 為什麼可以賺錢 可是 他們本來覺得還蠻叫的 就是阿嬤其實很高價 可是就是網路上 就是後來就有一些評價不是很好 前期其實有一些評價不是很好 然後我媽就很認 我媽跟我姑姑就很認真 與眾欣賞說妹妹阿 你真的要這樣子拍吃嗎 因為就是親家朋友都看得到 然後就是臉書上 也有很多親戚他們都會用 然後會看新聞下面的留言 然後就說很多親戚都說 下面很多網友在罵你耶 你真的要拍嗎 其實我完全可以理解 為什麼會被網友罵 因為我剛剛前面就講說 其實我一開始在吃東西 我只顧好不好吃 我沒有去管這個食物它 為什麼要這樣子做 然後跟這種食物的特色是怎麼樣 我吃光我自己口味 你就純吃 對 純吃然後吃光我自己的口味 我還看過來說說 我一定要跟今天吃十攤 所以Rundown出來說 變五攤的時候 蛤 只有五攤喔 現在我吃三攤我就不行 沒有 你只有兩攤 你說很飽啊 明明就只有一口 妳有最喜歡哪一個嗎 控肉飯 控肉飯嗎 他們現在也有回去買控肉飯了 真的假的 因為司機大哥說要吃控肉飯 這時間買 不知道還有沒有三層肉耶 但是我覺得那個 那個市場真的充滿了 它雖然看起來沒有什麼紀律 我必須要說它看起來沒有什麼紀律 可是它裡面什麼都有 真的 而且我後來在逛的時候才發現 其實那裡充滿了你 跟你家人小時候的回憶 對 像是控肉飯你就會說 這個combo就是你爸爸 對 我爸點的 所以不是每個人都會這樣吃的 對 不是 而且我是直到我自己去買的時候 我才發現原來那些東西都是要加點的 我一直以為它是一個set 對 所以你就是一個在充滿愛的環境下 長大的人 對 難怪現在變這樣 那個水水的愛愛的感覺 對啊 就是整個人都 對這個世界很友善 其實這裡的人 20的人也對你很友善 剛剛那個 其實這集可能沒有拍到 我們喝完木瓜牛奶的時候 所以老闆不是拿了兩袋堅果出來 一要送給我們 一開始我們說 欸老闆你有斜槓喔 就以為他在賣堅果 他說沒有 他們是真心謝謝你 真心謝謝你 因為你介紹過他們 所以真的有很多你的粉絲 特別跑來20 然後就指明 喝他們的木瓜牛奶 然後吃他們的東西 大家沒事真的來20玩一下 20真的很多美食 你又不用騎機車不用開車都很近 是不是很棒 但離開可能就需要開車了 所以你小時候的20是一個很熱鬧的地方 很熱鬧 非常熱鬧 跟現在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其實連平日的時候 外面在走動的人 其實也都非常的多 現在就 對 稍微少了一點 但我看得出來 你很想為這個地方做點什麼 對 因為你要想想 你就小時候這麼繁榮的一個地方 可是現在人口就漸漸移出 然後加上我最近查了一下資料 其實20就是已經是高齡的社會了 然後而且是邁向超高齡 我那時候想說 哇真的是沒有什麼年輕人回來 當然也沒什麼工作機會在這 但是就覺得很可惜 因為其實20以前真的是很累的耶 我有機會可以自己創造啊 你看我也沒想到會在20找到一家 看起來蠻decent的咖啡店 而且我真的沒有想到 就是原來20有咖啡店 現在有 還有甜點耶 對 你喜歡的芋頭 你知道他喜歡吃芋頭 有做功課喔 來坐來坐來一起坐 好請兩位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我是花花 花花是這家店的老闆 娘 對 所以這些所有的甜點都是你做的 對 是這裡人嗎 對 跟老闆都是二人 老闆就是後面那個 一直出鏡的這一位 對 現在正在住咖啡 那你呢 我跟他們原本也是不認識 我是透過訪談 然後寫他們創業的故事 你訪談他們 對 那時候我訪談他們兩位這樣 對 那後來才發現 自己學長姐 自己學長姐 對 所以你自己認識學長姐應該很容易吧 是沒錯 可是你們是在哪裡訪談 就在這裡 對 那時候我其實 他就是你專門在這裡紀錄 二齡的人事物這樣 對 就是寫可能會有以前的故事 然後一些年輕人回來的故事 那我自己也會覺得說 年輕人回到鄉村地區生活 那其實不見得是一個 就我必須犧牲很多 然後放棄很多 因為很常我們看到的 論述的方式是這樣 但其實以我們來講 後來訪談 然後也是覺得說 其實我們就是 習慣這樣的生活狀態 就是我們也是大學 可能我們都要去外地念書 那可能都在 基本上都在城市裡面 那其實 每次都會有一種 不太習慣的感覺 尤其是繳房租為什麼 對 為什麼 因為房租真的很貴 可是同樣在台北生活的那些 就是人都不需要繳房租 所以有時候最想 最想家的時候 都是繳房租的時候 我以為最想家是想起 比如說阿嬤叮嚀啊 或者是那個 啊這房租 你要去咖啡廳 我拿去繳房租 不夠錢就去喝小茶 這是一個好真實的論述 我從來沒聽過這個事 太實在 但是是真的 確實 那我比較好奇的是 20人都知道千千 其實我是 我朋友跟我說的 欸你知道千千嗎 我說我知道啊 欸她是20人 我說是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很驚訝 很開心 所以剛剛我們在市場的時候 有那種學生啊 看起來就是那種十幾歲的 看到千千整個 好開心喔 也是學妹 二中的 對 那個其實是跟我們合作的一個課程 叫205 然後這個是他們現在 每一個高一新生進來 一定要上個課 就是他一定要認識20這個地方 因為其實以我們以前來講 其實很少有這種機會 對 其實我們就是在學校 一直黏書一直黏書 就結束了 那現在其實教育在挑針中 沒錯 就是要他們認識20 認識自己的家鄉 因為像我也是到外地讀書之後 或者是在外面工作之後 才開始好好認識二里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現在有這個課程很棒 很棒 我有問題 他們堅定了一個主題叫 就是 刁民的故鄉 對 說彰化是刁民的故鄉 不知道兩位對這件事情有什麼看法 有 其實從日本時代開始 彰化就是被日本人講說是思想惡化之地 其實就是思想過度前進 然後被政治不代見 很難搞 對 然後好像每個時代都會出現一個 就是剛剛講的文化刁民 從日本時代剛才講到那個浙農事件 對 兩千年左右 有一個叫楊如門 喔對 對 他也是在林人 他也是在林人 對 喔 欸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知道他是彰化的人 對 我們分得很細喔 是彰化二林人 對 所以其實就是好 對 很難搞這樣 每個朝代都有 對 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聽說二林會覺得說 感覺就是一個 好像沒有這些氛圍的感覺 可是其實默默還是有一些人 在做很多不一樣的興趣 或是經驗等等 我覺得這真的是很酷 對 對 可是我必須要說 其實我在二林 其實通常都是吃這些老店 我其實沒有去過二林的那種 葡萄酒莊 所以今天會要去 我自己都不知道 覺得在二林有葡萄酒莊 很多 真的 我以前在二林正死亡 我不知道 I'm so sorry 那我一定要問一下 是不是很多人問說 你們是不是餓水人 對啊 是不是 這是從小到大 氣死 這是二林的委屈就對了 這是二林的委屈就對了 這是必須要擠 欸 早上要不要擠到裡面 可是每一代人都一樣 對 不是只有我們 沒關係 就從你們這一代開始 創出二林的名號 李林嘛李林 走出自己的名聲 對 二林的驕傲 這袋子呢 就是我的麵 我的品牌的麵 啊 對 聽說賣得很好欸 還好啦 還可以 都很難買到 看一眼 先翻面 上面還有我的照片 這個是辣豆瓣黃麵的 妳真的是靠臉吃飯的人 欸怎麼會 妳說這個嗎 妳好 一般人 只要貼自己的照片 在自己的面子 但我後來發現貼一貼之後 銷量有比較好 真的嗎 真的 欸所以妳現在是千老闆欸 千老闆 千老闆 但還好啦 就是賣得還好 也沒有到真的很好 沒有 是因為妳現在還沒有大量產 嗯 人妳大量產的時候 可能就會來不及了 妳就根本不會做YouTuber 妳就會直接去賣麵了 妳會覺得 躺著就能賺錢了 而且它是無添加的 可是為什麼妳會想要自己 成立一個品牌呢 其實最一開始是因為我那時候 因為我主要在拍食物 所以我接觸了很多的品牌 然後很多好的商品 可是我發現很多好的商品 它沒有好的形象 好的包裝 就跟農產品一樣 就是沒有好好的推廣出去 以至於就是 它做的很好的東西 但是它買頭苦做沒有 然後散發出去 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自己做一個品牌 然後 現在雖然是出自己的產品 但之後未來也可以把很多好的產品 再把它推廣出去 以後妳就是可以推銷20的 其他所有的東西 對 還有台灣的 所龍果啊 甘蔗啊 先從20開始 對 先從20開始 因為已經是20之光啦 對啊 哎唷 妳跟20之光的髮子比較四餒 我覺得今天應該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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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條啊 應該上面寫著20之光 會我良多 蘭輝老闆好 蘭輝老闆就是叫蘭輝嗎 阿輝 我們酒莊就叫蘭輝 對 可是你以本名也叫蘭輝嗎 不是不是 那是我阿公跟阿嬤的名字 哦 所以你是第三代喔 對 我是第三代 我以為你只是第二代耶 所以這個酒莊已經三代了 對 已經第三代了 哦 我們想要來找一款可以配千半遍的紅酒 沒問題 好臭屁 跟你用臭屁 哪有 我謙虛捏 我們往裡面走嗎 對 往裡面走 好好好 那我們要怎麼稱呼你 蘭輝 小鋼就可以了 小鋼啊 小鋼 我真的非常訝異 原來惡林也有明言不絕的酒莊 因為你剛剛沿路過來 其實就是酒莊酒莊酒莊 對啊 我們這邊大概有十幾間的酒莊 就這個小區域而已 十幾間 對 因為其實以前惡林主要都是在種葡萄 對 對 那我們這邊的酒莊 其實以前大概有幾十間 只是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現在剩著我們大概還是幾間這樣 哦 對對對 好 那我們先坐下來上課 好 ok 這要來熊課嗎 來 那個 坐坐坐 對 等一下 這是紅葡萄酒嗎 對 這個是紅酒 怎麼看起來有種威士忌的感覺 對 因為就是我們的酒 其實是自然葡萄酒 所以它的氧化速度會跟一般的酒比較起來 它的顏色會比較快變淡 嗯 紅酒久了之後它會從深紅色變成淺的琥珀色 那你現在喝到的這支是2006年的紅酒 它會比較沒有那麼色 可是它的酸度會偏比較高一點 對 沒錯 它比較酸一點 對 自然葡萄酒的釀法 它的淡寧比較沒有那麼重 沒錯 所以其實配一些台菜的話 它其實都是很適合 哦 它鮪魚的甜味還蠻重的 哦 所以配千拌麵就是剛剛好 對 它配台式的一些料理都是很適合 那配我們呢 OK 絕對 剛剛那是flirting嗎 他們有種flirting的感覺 其實你像我們像去喝義大利的葡萄酒 或是喝西班牙的葡萄酒 一開始如果你單喝的話 有時候會覺得說 是不是它的味道就是沒有像法國的葡萄酒 或是一些 某一些地方葡萄酒來的這麼細緻 可是事實上它搭配當地地的食物 它們的烹調法 然後它們的風土就是很合 所以它們常常說很好的酒跟很好的食物 是很好的marriage 是一樣的 就是可能你沒有完美的女人 但是你有最適合你的老婆 所以這 你喝完喔 你真的千千的 這個是第二杯 欸怎麼辦我等一下會不會就直接 老闆 不是是因為那個 這個時候真的要平 我們所謂的垂直飾飲 對就是你要留一點點 因為你可能會不記得 所以你會來回來回來回來這樣吃 專業 因為我其實真的很少喝酒 剛好可以學一下 感覺又跟那個一點 欸吃喝起來也是很順欸 雖然聞起來沒有 沒有1號那麼濃郁 可是喝起來還是很順欸 一般2號是女生要入門的時候 會比較 我們會比較推薦這一支 對對對 那接受度也會比較高 對就是比較偏少女款 年輕的人喝的 對年輕然後這個味道比較厚實一點 比較重一點 這個味道就很濃 那現在這一支的話就是我們 目前年份最久 才已經二十幾年了 這是阿公那個時候做的 啊所以你們還有留著喔 對 這是到現在還有在賣 哇 可是那已經算是 就像女兒紅那種感覺了吧 對他已經放就是 已經盛放二十幾年了 好甜 我喜歡這一個欸 你喜歡甜的喔 我喜歡甜的 你頭真的很重 但中間這支也不錯 中間這支也蠻好喝的 對 如你所說是少女入門款 其實就是每一支都有不同的特色 跟他不同喜歡的人啊 客群不太一樣這樣子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啊 因為如你所說 之前這裡可能有幾十家酒莊 現在只剩十幾家了 你為什麼會選擇 繼續承接你阿公阿嬤的酒莊 繼續做下去 因為其實我們家 算是目前種植面積最大的 其實像很多酒莊 他要重新做這個東西 他就沒有那麼久的葡萄藤 對老藤的酒 對老藤其實他的 很珍貴 他的果實味道會更濃縮 是 對他的品質會更好 沒錯 對所以我們才想說 這個如果我們不接下去的話 就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們就來繼續把它做下去這樣子 那你現在接到現在有覺得什麼難 有覺得比較困難的地方嗎 因為其實像我自己是惡靈人 可是我其實第一次來到葡萄酒莊欸 對困難的地方就是可能農會推廣的部分 或是政府推廣的部分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大力去推 因為最近有一些可能 酒可能給你的觀感也不一定說很好啊 所以他們可能沒有辦法這樣子去推 對我們趕快拿著酒 然後說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而且我們要理性民酒喔 OK 繼續 這支是我們的嘉烈酒 那你看它的顏色不一樣就是 它是用金香葡萄 不是白葡萄酒的 這支也很像 對這支酒就是 我這支回來接的時候 去享受去做出來的一支酒 對所以它的味道香氣會比較特殊一點 會有點奶油的香氣 對也是會默默讓人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 而且有種巧克力的味道 對它的香氣很特別 啊這個好喝欸 對啊其實像每一代的風格就會不太一樣 對就真的是要看釀酒的人 他喜歡什麼風格他會去做出來 喝回憶然後喝個性 對喝個性 就是我覺得釀酒啊跟做菜 跟拍節目拍電影是一樣的 對 作品是騙不了人 對 是創作的人是什麼樣的個性 其實作品一來不一樣 你是個善良的人 或你是一個個性很衝的人 或你是一個很內向的人 其實你的酒都騙不了別人 或你的作品也騙不了別人 好 謝謝 謝謝 這支的話大概在44度左右 44度欸 我覺得就是在秋天的下午啊 然後如果能夠曬著太陽 然後喝一點酒 躺在躺椅上 對 然後就覺得很爽爽的 而且這附近空氣又很好 真的是喝到開始流汗 我就感覺有光 快開始有感覺 快開始有感覺 對 我不能再喝了 導演 有點 你們在等是不是 在等是不是 他們虎視眈眈 想要衝上 以前國小的時候 就那時候就是很迷網路啊 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想要趕快去都市生活 就完全就是沒有很自己 自己 當時沒有很喜歡自己的家鄉 就會覺得 欸 家鄉怎麼要什麼 沒有什麼 對 長大之後才喜歡的 就愛愛吃 美美 哇 你是 你知道他是幫我和音嗎 我最厲害的就是和音 我找不到正確的音 所以 每個人都說 天啊 你和音很強欸 很強欸 但我不知道正確的音在哪 我永遠會低一個key 所以今天這樣 一天走下來 老實說我今天這樣逛下來 覺得還不夠了解他 就覺得我應該要再深深的 再去了解惡靈這個地方 然後才好好再介紹給大家 介紹給我的觀眾 推廣出去 然後年輕人現在慢慢的回來了 再加上我們 我們就一起加油 你很會啊 有嗎 有啊 像你很會行銷你自己 你也很會賣面啊 你有自己的品牌 你是老闆啊 你有自己的品牌 以後惡靈會成為你品牌的 其中一個分支也好 或者說你就是20的招牌 那種感覺 Kambang 李林Kambang 李林Kambang聽起來就有點 很快喔 但是我必須要說我今天很謝謝你 因為今天跟你做的這一集 讓我知道我做這個節目 真的很有意義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之所以想做這個節目 是因為既然我不能出去玩 那我們就回家玩吧 然後我想跟好玩的人回家玩 我想看看你們家有多好玩 你們家長什麼樣 所以我找了好玩有趣的人 然後希望他們帶我回家 可是我今天我得到另外一層意義是 原來我想要透過你們的眼睛 看你們的家鄉 其實同時間你們也透過我們的眼睛 重新認識你們的家鄉 我們現在很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扣罵我們現在很重要的 我覺得一個扣罵我們現在很重要的 就像今天我們去認識的那些年輕人 我們認識的酒莊 我們看到了不一樣的二嶺 看到不一樣的髒話 他不斷在更新 我們也一定要重新認識他 然後重新來看 這一次真的是又更了解了更多 任重道遠 加油 二嶺就交給你 二嶺之王 我們回家吧 二嶺甜甜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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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回家吧 Let's go back home 飄雨的心隨風而去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我會走遍那些錯過的美麗 讓我找到你 Let's go back home Let's go back home Let's go back home 讓我們回家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